哇塞他在我 薛比柔18为你挡上山 实验室一局30分钟 进行到才8分钟的时候 实验室就被侵徒了 让我们来看看 实验室到底发生的 什么样的大规模战斗 直接让我舔都舔抽筋了 完才包啊 刚准备剪上粉丝带的装备 粉丝就蹲在我的面前 吃起了大香肠 他在我的 下面吃起了香肠 看完粉丝穿我的香肠 然后再看看粉丝给我带的装备 满给的M4价值40万 5G甲价值15万 车刃头价值30万 我在检视粉丝装备的时候 黑客那边一直穿着香肠 打得非常的激烈 看来我不去参与一手 他们就不知道我 谁是牛子的威力啊 谁要去打这 打得很轻 我来参加一手 到G8船的门口跳一下 通过窗户观察黑卡附近有个玩家 这个人死了吗 不知道死没死 不上一颗雷 然后跑到七房散热门 达布间听到黑卡里面有个玩家 还有一个 他在黑卡里面 我不知道他距离的位置 爆充他 只能在外面和他拉扯 我们得先看一下黑卡周围附近有没有玩家 乱打死 听见他捏着个雷 直接冲进去忙他 没打掉先拿出台重新寻找机会 就是听到一个其他敌人抬枪的声音 还有怎么听到别人有抬枪的声音啊 如果冲进黑卡 一个人可能就会透过背声 可能先去找一下这个玩家 再去打黑卡的人 这你怎么还死了一个 哇去 打到外面这个玩家把黑卡门一关 啊让黑眼里面玩家跑出来 学的没什么 这就是你姐 走着黑卡旁的 这种状态 他一直捏个雷 他可能有个摔炮 是什么 是不是两个人 是不是两个人 我听啊 他想和我同贵人 想直接把摔摆丢地上 啊 小年轻啊 小年轻啊 他想往脚 他想往脚底下扔来 兄弟们 可惜的是你碰见了18GOD 打完后不着急舔包 先去舔包 发现没有人 打状态 然后去舔包 这黑眼周围一共躺着六个玩家 我还没开始去搜东西 我都能想到粉丝灿烂的嘴骨 这几个玩家 已经动得不行了 完全给粉丝去送搏货 过来 过来 给粉丝送完货后 然后开始清空实验室的每一个角落 来 你要把吃不着 这种装备差不多给粉丝赚了200多万吧 香香撤你 假撤 你